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经理王子梁洋老师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寒假第九奖期末复习 那么首先呢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奥数吗 因为好玩 因为好玩 这个回答让老师非常的兴奋 因为老师呢 我知道啊 我是全网校最帅 最风趣 最幽默的一个老师 所以呢 老师的课堂非常非常的好玩 所以呢 吸引了很多同学 但是呢 光因为好玩学习奥数还不够 其实呢 咱们学习奥数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奥数可以帮同学们开拓你的思维 第二个原因呢 说的功利一点 就是为了很多的考试 所以我们今天讲期末复习主要有这么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复习一下咱们在寒假八个课室中学习的一些基本知识点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要结合一下这些各地的一些卑赛的考试题 来给同学们讲一讲 我们之前学习的知识点在考试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用来提高同学们的实战能力 好了 首先我们来第一讲的复习 第一讲学习了什么还记得吗 方正问题 对吧 老师其实你把它弄出来了吧 对吧 那么方正问题呢 咱们学习了很多公式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呢 方正分成两种方正 第一种叫做空心方正 第二种叫做实心方正 对吧 那么空心方正的总人数等于什么 等于每边人数减一再乘四吧 那为什么要每边人数减一 咱们上黑讲过 比如说看一个简单的方正吧 这是一个每边是有三个人的一个方正 对吧 空心方正 那如果我直接拿三乘四肯定是不对的吧 所以呢 我给每边人数减掉一个脚上的 对不对 然后呢就变成了二乘四吧 这个就是总人数的求法 对不对 那么实心方正总人数怎么求呢 应该等于每边人数乘每边人数吧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两个 就是说相邻两层之间呢 每边人数是相差两人 然后相邻两层的总人数是相差八个人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个求层数 在实心方正中 如果最外层每边是偶数 那么层数应该等于最外层的每边人数去除以二 比如说最外层每边人数是十个人 那么这个实心方正就应该有五层 对吧 那如果是偶数呢 可以直接除以二 那如果最外层的每边人数是基数怎么办 就得拿这个人数先加一再除以二吧 比如举个例子 最外层每边是二十一个人 那就先打二十一怎么样 加一再除以二 应该等于十一层吧 大家会发现公式很多 所以呢 还记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交给同学们 我们在遇到考试的时候 如果这些公式你忘记或者非常的模糊不清的时候 不要去说猜 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画图吧 从图形中去找规律 对不对 然后自己归纳总结出这些公式 当然了 你如果记得清楚那是最好的 对不对 忘记的时候别忘记 还有画图这一招 好了 你来看一道立体 这是第六届 准备的第六体 某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排成了一个实心的正方形方阵 知道最外层一层也有四十名学生 那么现在问这个方阵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吧 看一下这道题的问题 这道题问的是实心方阵的总人数吧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问题立刻去想实心方阵的总人数应该怎么求呢 刚才公式是什么 每边人数乘以每边人数 非常好 应该等于每边人数乘每边人数吧 哪一层的每边人数应该是最外层的每边人数吧 所以我要求总人数其实就是去找最外层的每边的人数吧 那题目中有没有告诉你最外层每条边上有多少人 有 四人 这是最外层每边的人数吗 不是 这是最外层的什么 总共的 总共的人数吧 现在不要初心了 这道题我要知道最外层每边人数 但是这道题没有直接告诉我最外层每边的人数吧 告诉我的是什么 是最外层的 总人数 总人数吧 但是我知道最外层的总人数可以反过来怎么样 去求每边的人数吧 这就是我做题的思路 对不对 那总人数知道了 那么应该是四条边 所以我应该先用四十去除以 四 四 对吧 但注意四十除以四是每一组的人数吧 而要求每边人数的时候还得再怎么样 再加一吧 对不对 那么这样等于多少 每条边上应该是有十一个人吧 那知道了每边人数 那么求总人数的时候就用十一怎么样 乘一十一 乘十一吧 这个应该等于 一百二一 一百二十一人 对吧 那么这道题就被我们轻松搞定了吧 所以同学们在思考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老师是怎么想的 我是根据题目的问题去想 我要求总人数 就是要知道什么 对不对 但是知道了这个东西呢 题目中没有直接给你 所以呢 我根据题目条件再去求每边人数吧 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具有这种思维的方式 而拿道题我应该怎么去想 好吧 这道题的完整过程看一遍 那么最后呢 答案就是一百二十一人 这道题听明白了没有 那么方正问题呢 我们就大概复习到这里 如果在你刚才听公式的时候 有什么公式你已经模糊不清了 那么网校学习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你可以怎么样 返回到第一讲再去看一遍吧 对吧 反正老师长这么帅啊 你看个十遍八遍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验吧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第一讲的复习就讲到这里